耶稣 耶稣说 我在哪里 你们也在哪里 陈神父去了耶稣去的地方 他一生都是跟着耶稣 去耶稣带他去的地方 在三四十年代 澳门正面对着太平洋战争的影响 当时大部分居民的生活都很贫困 粮食非常短缺 在持有学校里面的寄宿学生 也同样面对着粮食短缺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陈基茨神父被委派去那里服务 真的没得吃的 澳门除街汤人 在街边卖人肉 他都顾着我们的全班学生 粮食没缺到 不知道他们的米怎么找回来 我们都不明白 有时晚上他在晚吐之后 他说明天已经是没粮食的了 没米的了 但是你说不用怕 因为明天是包烧的日子 他就说你们 用心依赖上主祈祷 明天一定会有美满的结果的 但是不用到明天十二点钟 我们一班同学走出去拖泥车 拖包半米 然后进来 见到他就已经解决了日子的食粮了 他是依靠食物 依靠前煮 除了不能说 不可以解释原因 他不是说只是顾我们 他除了将我们的粥拌包 陈基茨神父 除了留给学生一个深刻的印象之外 就连当时加入持有学校担任教师的郑先生 也深受陈神父的精神所影响 他很记得 陈基茨神父 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说话 陈神父不屈不撓的教学热成 也都得到两位基督教徒 廖凤基女士 谭耳文女士的欣赏和肯定 将他们一手创立的澳门粤华学校 交给持有会 因为他们老 和经费非常不足 当时他就说 委托陈神父 陈基茨神父的主任 因为他见到他有种精神 还有见到他有种教学 贡献他出来 他都不理什么 只是为教育而教育 没有那么多贪恋或者怎样 陈神父在澳门工作了15年之后 在1946至1952年期间 他被委派去北京开办第一间持有会的学校 并且担任院长一职 做人性体都不知那时的奖相 有没有安排得很好地 好像很心急要去北京 因为百合司的雨热那段有 我们迟有会去北京的 那你实意那个雨热 其实可能都没有很好的准备 到了北京都挺凄凉的 是很穷的 那么 有一次是会坐的 但听命的人不会坐的 是天主才能利用一切的机会 事实上 陈基茨神父在北京 做了很重要的事 身为院长的陈基茨神父 在北京也面对糧食不足的问题 除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外 他也很关心会事的需要 我有个同学 他正常在那里帮他一起 去照顾那些学生 有一天 北京很冷 他的院长说 院长很冷 不够衣服 你可不可以找一件衣服给我呢 在北京工作期间 陈神父除了在物质上 解决学生和会事的需要之外 他所推动的 《圣母进教自由经历》 奇妙地坚强了整个北京的教会 但我只看他那边 对《圣母进教自由经历》 很热心 他每个月24日 之前 总派人从北京的本堂里面 提供通知 今天到24号 我在我的学校里面 有什么时间要雷杀 有谁做雷杀 希望他们的教友来措施 特别到了5月24号 《圣母进教自由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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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香港出任持幼会中华区省会长 他很希望当时的陈日君修士 出外读书 叫我去意大利读书 当然挺开心的 去意大利读书 一个好的机会来的 怎么知道过了几天 他们说 那你怎么说 我说什么事 问你 你说叫你读书 你没有答应我 我要答应吗 那时候那些听命是 掌上华都算数了 不用你答应的 但是陈基斯尚父 有这么民主的精神 要一个商事 答复他答应他 身为中华会省的领导人 陈神父不单只尊重会市的抉择 他持长和亲切的态度 也使学生放胆地向他提出请求 陈神父当时是做会长的 省会长 他来到澳门次有巡视 有个机会 我说跟陈神父说 我想跟你有些东西说 他问我 你见我有什么事 我说我有个弟弟 也想进来持有读书 但因为现在持有 很满座 没有太多收拾他 他说不是的 多个都不多 他说可以了 到第二天 校长通知我 你个弟弟明天来上学 本来就是没有这样的胆量 如果他不是这么持长 你怎样有胆量 要求他给时间见你 结束了会长的任期之后 陈神父前往越南工作 在重重的困难之中 为当地的持有会 垫下了基础 在1974年 由于共产党执政 陈神父被逼离开越南 前往澳门的堂区服务 期间他特别关心 逃难的越南难民 并且邀请了郑先生的协助 他在难民营九澳那里 接那些难民出来 叫我教他中文 英文 一早上就车车进去 他自己找一辆车车进去 一个才不收 还要鼓励那些人 多些人出来读书 同时在读书的时间 我上完堂 他就继续讲一些圣经 之而此类 来到跟越南难民 那时候叫难民 那些难民谈 按照我计算 当时都有百灵人进一教 他经常都为难民做事 为难民找工作做 又跟他有病 又介绍他去澳门山顶政府 医院求医 终之一切一切 都是为那些人设想的 1990年 陈臣富因为病重而离开澳门 去到专为照顾年老汇市的 少怀之家休阳 平时他有病 都是自己忍住 都不够出生 根据我和那些老人的工作 十几年 两年 从那些老人之中 他最听话 所以服务他 比较好做的 无论陈臣富去到哪里 一定会鼓励人善道信仰生活 就算在他休阳的期间 他都是这样做 陈臣富虽然在少怀之家休阳 但是仍然很关心他的学生 和他们的家人 我带我的孙子来见他 他见我一次 他经常记得见我 小朋友怎样 小朋友怎样 经常问 他有一个降伏给我们 接着教我们公敬圣母 信乃圣神 其实十年以上一天 都是说这些话 就算我们今年6月9日来探访他 他一样去说这些话 还有他很关怀我们的同学 我经厉害了 突然间他说 稍稍稍稍稍 我要回到房间 我们就推他回到房间 原来他回到房间 他留下一些朱古力 他留下来分给我们的同学吃 然后出回来 亲手给一些同学 陈臣富不单止在日常生活里面 倚靠天主 在他面对死亡 软弱 害怕的时候 更加显出他对天主的信任 他就有一次进医院 那次他住在深切治疗室 老实说他很怕 要经历这个死亡 让我觉得他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很软弱的人 原来他到最后关流会害怕 但是他虽然很害怕 不过他那种不对天主的信买 时时都看不到 他就会念一句短经 他会说多谢天主 神神你快点来 哦 姓老妈妈 他的祈祷是很亲切的 那些说话 有一天 陈臣富看完医生之后返回修远 但是他仍然感到很不安 当时韩大辉神父提议为他施行病人富有声事 那他想都没想到 好啊 他做了这个病人富有声事 很奇怪 就是很快很短的时间 之前觉得他很多力量 还有很多平安 那我记得他前后有三次 是直接写信给我 或者写一张卡给我 哎呀 他说原来病人富有声事 是这么好的 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多些中途工作 来推动一下帮助人去振奋自己人 最近 有一次我记得他那件事 他很坦白地跟我说 说我好怕死啊 耶稣在那个地方他都去过 耶稣都是怕死的 但是神神父跟着他走 走到十字架上 但是我们知道最后 耶稣带他去到最后的家 这份荣主救灵的心 使九十几岁的陈神父 依然可以与今天的青年沟通 有一次 韩神父在修院遇到一位中学生 那个中学生对他说 我找陈基茨神父 你知得他 对啊 他来 我现在去他那里办告解 我觉得 哎呀 就是一个 一个 很强烈的一个印象就是 陈神父 他只是用了很少的时间 去见一下那些人而已 那么 他都不是时时去 也都有这份力量去 但是他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认识一些这样的青年 甚至乎呢 是可以写到这个青年 对他有这么大的信心 在放学之后呢 就特意走上他房子里呢 去办这个 去办告解啊 跟他说一下心事啊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他给我们很多榜样啊 他那种平实啦 亲近人啦 和爱青年的心呢 我想到一直到他老的时候 但他时都有在 未曾消失过的 韩神父认为 今日的青年人 可以在逆境之中 向陈神父学习 效法他的勇敢 和冒险精神 你看他的一生 由他的乡下来到中国 嗯 中国那时候 有内战 内战之后 跟着又有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之后 又有国共之战 国共之争 他其实时时都要走难 离开自己 建立了个事业 去一个新的地方 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但是他就有这种 很勇敢冒险的精神 非常大的影响 和很厚的渊源 他由我祖父起手 直到我起手一路走来 五代他都对我们 很认识 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 时时教导我们 很坚强的信德 他都用阴可 环境困难 真的难不到他 他经常念经 讲道理 或许说什么 实有性无的事迹 说出来的 我之所以可以顺利生活 我觉得陈臣富为我祈祷 一直为我 陈臣富可以说 真是我们的老爸 当作一个活生人来的 陈基茨神父 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第二他很乾敬 很热心 第三他对人很有关怀 很有同情 陈基茨神父 到了圣德的高峰 但是耶稣带他去的 他纯粹跟着他走而已 让我们大家谦虚这样 就算有时要跌倒 有时可能要耶稣 拖我们一把 我们都不走 诸有诚心跟着他 汇休止 汇休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